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咱得跟观众说一下 这个话题虽然是美国加州的话题 最近以来可以说它在加州引起的震荡 跟美国总统大选可以有一拼 因为我们这个录像实际上是在星期二录像的 那么等我们这期节目播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说的就是什么呢 加州的一个所谓叫八号提案 这个八号提案的表决恰恰是跟总统大选同一篇 但是结果咱们不论 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在加州可是天翻地覆 而且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带来这个话题很值得一聊啊 这甚至在中国也是一个问题 全世界现在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直接跟同性恋相关 而且呢 说起来我就是 我自己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跟你们有质疑的地方 你们先讲讲这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所谓八号修正案在美国加州 尤其是引起了华人那么大的这个反应 因为八号提案呢 华人认为一个自从旧金山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婚姻以后 整个 经过加州高等法院 又裁决认可了 裁决认可了 整个加州的华人呢都是心气如焚 因为同性恋婚姻一旦能够成功 他不仅仅是承认同性恋是合法的 婚姻也是合法的 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 对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都变异了 这个细胞变异了 以后的长成的器官是怎么样的 谁都没把握了 你确实讲是科学吗 说实在话 这是个事实啊 当两个同性恋能组成家庭的时候 他的家庭里的第二代是什么样的 哪里来的第二代 整个的家庭 现代的家庭结构啊 就要解体了 所以华人到美国以后 尤其第一代移民打拼 都是为了为孩子创造一个什么 带来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 现在生活环境已经被毒品弄得不开 痛苦 现在又弄出一个同性恋出来 但是毒品能够跟同性恋等量器官吗 当然是不能等量器官 但是毒品已经在社会上 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孩子 这家庭已经很紧张 可是同性恋婚姻一旦合法 他就把同性恋走向公共社会 影响到教育 影响到孩子生长的环境 儿子的自己的价值观念 现在在华人当中 两件事情是最让家庭特疼的 一个是女儿嫁给了黑人 一个是儿子变成了同性恋 那个是整个是做父母的 那就整个是要跳楼了 外面俱灰 外面俱灰了 跑来美国就是为了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 要维持这样子一个家庭伦理的结构 一个家庭一定有一个爸爸 有一个妈妈 有孩子 这样子的话 大家能够组织整个的 个人的价值以及精神 最后的一个堡垒 如果一旦家庭变成完全人物全非了 不一定有爸爸 不一定有妈妈 可能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而且以后下一代要怎么样子做 都没人知道 更糟糕的事情是 他这个东西还不止说是个人选择的自由 他会想到整个公共秩序 就是说所有的老师以后再也不能够强调 回去告诉爸爸妈妈 一定还要包括了你另外的所谓监护人 同居人 我看他那个北欧那边也有那同性恋家庭 他也叫爸爸妈妈呀 他或者领养一个孩子 或者他自己就找个男的借种啊 找个女的借种啊 这样子就变得非常复杂 就不是我们所谓的自然状态所生成的家庭了 那这些家庭将来他们的教育人格的成长 以及家庭的观念 对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冲击实在是太大 但是就说 你看我听到的 我很能理解你们所讲的很多这个华人家长的他这个担忧啊 可是我听您刚才说的 据我这些年我看书看报纸 我得到了所谓政治正确的这个价值观 你们一个女儿嫁给黑人 一个是同性恋 这俩都是偏见呢 叫所谓政治正确的立场来讲 这不都是偏见吗 确实如此啊 有些事情很难从理论上讲对和错 还要讲讲文化的传统和习俗 我们华人有他自己的文化和习惯 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希望一个稳定的家庭 比如我们对孩子的培养 孩子长大以后受到良好的教育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或者娶个好的太太 然后生了一个好的儿子 一代的就这么传下来了 现在突然冒出个同性恋 儿子一个男的跟一个男的在搞在一起 又生不出个孩子出来 那算什么玩意儿 他整个的家长那个价值就 就觉得很大的一个下坑 但是世界不一直在改变吗 世界是在改变 变成小家庭 但是还是以夫妻男女 双方为主体的一个家庭 那是没错的 只不过以前是老人为核心 现在年轻的质量为核心 就丁克家庭 还没变成同性家庭 这种变异的前景是如何 没了能够预料 所以对我们的自己人理价值等等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所以但是你们两位讲这个 我倒感兴趣 你们个人这首先就有个战队的问题 你们内心深处 是不是反感同性恋 那还不至于 因为我个人觉得说 过去的传统那一种道德的观念 对于同性恋 给予那么强烈的一个谴责的话 甚至是用法律的手段去对付的话 我觉得是稍微过分了 可是我觉得同性恋 基本上面 我们社会应该有这种宽容度 可是我觉得婚姻是另外一条线 就是说同性恋在你的范围里面运作 是可以的 可是你要进入到婚姻里面 要婚姻也要能接纳同性恋 我个人觉得说是太超过了 但是你比如说美国 不是倡导多元文化吗 这人权自由吗 那么尤其是恋爱婚姻 这不都是个人的选择吗 我愿意跟谁恋爱 而且呢 我发现这他本身 有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礼路 比如说现在这世界上 慢慢的就开始说 要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 什么同性恋者都出来大游行了 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认可他的爱情 如果你认可他的恋爱 那么很自然顺理成章 接下来一步 他就是要结婚的 事实上我也知道 即便在中国 他很多同性恋者都生活20年了 他只不过他是偷偷的 他就像一个家庭 只不过他没去公开办这个证 那么对这个你没有怎么看呢 不过话讲回来 虽然是像你讲的 凡是恋爱的 既然有爱情嘛 相爱嘛 就能够有权利组织家庭 现在法律的权利 和我们传统的能力 还是有区别 华人对家庭除了相爱以外 还有一个声乐遗传 得分出男女来 分出男女来 是吧 这是我们华人的特点 所以讲在这一次第8号提案当中 华人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不仅是华人 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少数族裔 尤其是拉丁路地区和Hispanic 这些Hispanic地区都是天主教传统 也有他们宗教的因素和影响在里面 他们都往往把美国这种做法 看成是一种堕落的表现 包括我们华人也很难接受 所以讲在这个第8号提案当中 其实少数族裔是最团结 最中心的力量了 对 这一次非常特别 就是说少数族裔大体上面 在加州是倾向民主党投票 可是这一次呢 在同性恋婚姻这个问题上面呢 他们跟比较自由派的民主党是唱反调 所以这一次大概少数族裔的票呢 是分裂投票 就是说选票大部分可能会留给奥巴马 可是在8号提案上面 可能是反对同性恋婚姻 那奥巴马对于这个同性恋是什么态度呢 他非常非常的狡猾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他不会表态 现在政治人物在所有敏感的问题上面 都永远不会表态 所以我听你们讲啊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啊 某些东西在理论上 在理念上讲 好像是一回事 对吧 有是非 但是呢 好像一落实到具体的选民 就你不能不考虑 比如他是比较保守的家长 他是比较传统的家长 你甭管他对错 可是他有一票 是 是吧 这东西 所以在华人当中 特别是在全部的少数人当中 都有这么一个倾向 政治上比较自由化 在道德传统上比较保守化 这是我们生活的特点 所以华人卓雄在海外 往往有这样一种表现 所以这一次端一第8号提案 实际上是针对少数族裔一个考验 过去说华裔都不关心政治的吗 不关心 不关心政治 所以有人说 华裔是在海外啊 是经济上的巨人 政治上的诸禄 我们差不多 我们的票子 都是被各种政客拉了就拉掉了 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把它拒起来 表达我们一个什么心愿 这一次在同性的问题上 他们研究起来了 家庭 家庭 一碰到家庭 同性量可以分开 可是你碰家庭就不得了 就在华人老师里 家比国大 对 这是我看很奇怪 这是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国家 碰到家就不得了 国不能保护我们的家 不能满住我们的家 国就不活了 所以这华人的心理有意思 有点广告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听你们这么说 我觉得这道德呀 它不是对错的问题 是选票的问题 选票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所以在美国好多少数族裔 本来就是少数人 所以在美国它入不了主流社会 它也没办法通过主流社会 表达自己的种种意愿 但是它自己有自己的生成的根基 或者是道德 或者是能力 或者是一个价值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都有自己的底线 这一次同性恋的八号体验 就踩了我们的底线了 所以如果最踩的话 我们什么都能放弃 我们已经在政治上容忍自由 社会上也能容忍自由 什么都能容忍 家庭底细一惨 我们没退入了 你这个很反映一些传统 华人家庭的这种心态 但是你看现在 我觉得在中国都在争论这种问题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比说一般的媒体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 你要说他保守他不保守 媒体上面我们看到的 一般都是呼吁 对同性恋要有更多的宽容 甚至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调查 所以你要说道德 假设说我站在另一方 我跟你们讲 你比如说当年在中国很多同性恋者逼的只能到男厕所 只能到浴室 有时候警察还抓起来当流氓抓 你想想他们受到的 而且就是说 等于说从少数群体 从同性恋群体来说 他为了你们的这种家庭婚姻的价值观 他也牺牲了他一生的幸福 比如对他来讲 他就是爱这个人 他也想结婚 他也想组建一个家庭 可是你看 因为你们反对 那从如果说道德来说 那你们对他们有没有这个宽容和这种心态呢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应当给予一个充分理解 甚至保护都是应该的 但是不能以骗概全 以少数代替大家 所以他们的少数 他们所要的权利 现在不断地膨胀扩大 危及到传统家庭 这就是麻烦的 我问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说 那你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那事实上不还是说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 那他就同性恋婚姻 那你的孩子是异性恋 那他不照样异性恋婚姻吗 他问题就是很多事情 在同性恋婚姻的问题上 他生理的因素啊 并不专注大多数 很多还有一个诱导的问题 假如在社会上合法以后 在公共领域里面 关于同性恋的宣传 同性恋的资讯啊 可能会越来越广泛 他对孩子可能多多少少 会起到一个诱导的作用 这是加上 你的意思是说孩子会跟着变成同性恋 也许 这是个学术问题 或者多性恋的问题 因为现在比较有深刻的 医学的研究呢 都认为基于所谓的一些基因的变异 或者是生理现象的同性恋 事实上是极少数的意外 大部分现在同性恋之所以 会慢慢形成一定的影响的话 主要是这个社会所摆出的这些诱因 你刚开始没有把这个价值观 能够弄得很清楚 那么华人特别担心就是说 他那么辛苦所打拼的这个家庭 要维持这个家能够一直往下传 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有爸爸有妈妈 有这样子男女有别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话 最后会被这样子的一个同性恋 婚姻这样子合法化 整个冲击掉而影响 所以大家担心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在这个同性恋学术上面 问题上面像你们刚才讲的 包括我讲的观点都是存在争议的 这个观点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类的这个生活模式 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你比如像你讲的 美国有些宗教底线 咱也知道 比如说不能堕胎 女人不能堕胎 这个你要主张堕胎 你可能选不上总统 他也是很实在的选票 可是呢 那你比如说现在比几十年前来说 人们对于这件事 好像观点就开放多了 那你比如说拿了他来比较同性恋问题 你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可能你今天这样想 但是也许再过几十年 同性恋婚姻 可能就不是什么胆逆不到的事 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可能有这样一种时代趋势呢 也许是有可能的 但至少目前是很难以容忍的 从华人传统的观念来看 在一个社会上的价值 它必须还有一个主体价值的问题 假如同性恋婚姻成为合法 主体价值破裂 这个问题呢 不仅仅是接到家庭问题 连孩子教育的 父母理智气壮的那种主体价值 都难以宣出口了 这成了我们教育的危机 这更严重 所以华人家庭对这个问题的焦虑 是多重现的 其实我现在感觉 就即便没有同性恋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这个传统华人家庭里 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呢 这个裂痕已经相当深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裂痕呢 说句实在话 是代购的沟通问题 这个代购的沟通问题 现在孩子以示俱进了 他什么都玩起来了 家长还比较落后 什么都不知道 显得比较没得了了 甚至还横加干涉 也似乎出现代购了 出现很多矛盾 对对对 但是这个代购呢 是可以通过沟通可以解决的 因为他们基本价值是存在的 现在同性恋出现 基本价值动摇了 价值基本价值消失了 然后那多元价值出现了 孩子家长没得教育了 没没得说了 你知道吗 这是有问题 你比如说假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假如你发现你的孩子 我就这么假设 假如你的发现你的孩子 是一个同性恋 那么他就是不喜欢你的 那么你怎么办呢 这真的是好大的一个挑战 当然心里面 所有会觉得很难受 可是我相信 一开始可以用宽容的态度 然后慢慢去了解他的病因 真正问题在哪里 但是你为什么 他如果认为这不是一种病呢 这就很难说 因为是不是一种病的话 他跟整个社会的 基本主体价值有没有距离 你比如像李安导演的 那个段贝山不是很有名吗 就假如说是那种情况 我就说假如说 你看到你的儿子 他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两个人呢 也是爱情很好 或者是很长久 就一直这样过下来 那么有一天 他说我们两个 想在一起生活 想在一起结婚 我不知道要是作为爸爸 你们会怎么说 华人所有的家长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 是一个同性恋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丢脸 没面子 在社会上无法理解气壮 孩子什么功劳 什么功德 什么事业全都是废了 对 那但到底是孩子错呢 还是父母错呢 现在不是一个错对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的氛围当中 我们长期受到这样的价值的熏陶 这已经成为我们安胜利弥的主体价值了 价值被动摇了 我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 就是等于失去自我认同了 对啊 就是 这是一个 坐标没有了 没有坐标 文化心理的 对 文化心理的震荡 这是特厉害 这个问题 没法用理论上对错来说 就像吃烧饼 吃披萨 哪个好 说不上来 习惯吃烧饼了 就这么回事 将天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我觉得啊 他实际上有一个 你比如咱们搞 你搞学术的人 他实际上 他存在这么一个理路的问题 就逻辑是 你宽容同性恋 现在我们能说同性恋的这个恋爱 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对吧 但是你理解这个 他下一步 你怎么就不能让他结婚呢 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呢 首先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啊 我就觉得现在同性恋宣传过了头 社会对他们 在美国 在美国 甚至在全世界都一样 现在不断地对同性恋 表示了宽容 把这种宽容 还是认为一种进步的表现 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这也没什么过分 现在过分的是 同性恋的自己我宣传暴露 现在一人一个过分 他们现在成为街头上游行 媒体上曝光 大当机库的宣传 现在都很少听宣传异性恋了 异性恋又宣传吗 异性恋这么多年了 现在我们就觉得好像 我们异性恋讲起来 好像都觉得难以欺词了 好像我们是非主流了 所以我觉得华人传统家庭也可以游行 这一次在南加州 真正华人站出来的 比支持任何一个政党 站出来的人还多 这一次真正是 南加州的华人 真正为这个事情的话 下着大雨都照样出来 以前华人族群啊 有政治分层 有地域分层 现在呢 这件事情呢 没有了区别 全都站在一起 哎呦 我就感觉到你们说的 我常常发现海外华人的这个父母亲啊 有时候比这个大陆的我见到的父母亲啊 更恪守中华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一套 但是一下了以后 就觉得中华文化的可贵 可贵了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还把他叫做什么 叫做文化活化史 把我们自己古 祖国的那个 文化文化 在变的时候啊 我们海外它常常就不变 它不变的原因是根本少形式 根本少形式 为了在海外能够安生立命 能够度过 再营造一个自己的文化氛围 它把过去全都保留了 所以150年的华人在哪里 在纽约 100年以前的华人在哪 在美国的加州 70几年的华人在哪 在印尼 50几年的华人在台湾 台湾的中华 就是靠着子孙根啊 对 睡到最后 在第一步 对 同理是有男有女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根啊 但我想 我都能想象 人家洛杉矶好莱坞的 他有些人 他可能就要觉得华人 你们这愚昧了吧 没错 这一次他们是这么说的 他们那些人捐钱了 那这一次撒钱之大 因为涉及到 他们准备一套的商业利益 一旦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他们在准备在电影 在传播在各方面 可以加码 所以这次的募捐 你发现就是说 居然是支持同性恋婚姻的钱 占了多了一千多万 最主要是来自外面的 但是你比如说啊 我就想起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我觉得北京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大学教授 实际上他是一个同性恋 但是他已经几十年 跟自己的伴侣 这么生活在一起 但是他一直这么隐姓埋名 躲躲藏藏 很低调这么躲着 那你比如说 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同情吗 不觉得好像他们的利益 某些他们的权利 遭到了侵害吗 我觉得当然现在是 可以给他们一种宽容 觉得说也许社会 对他们的要求 在某些地方的话 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 不过问题是 如果他侵犯到我们家庭 基本的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的表现 他结婚怎么就侵犯到 你的家庭 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系统 就是说变成你就不能够 拒绝这一种的意识形态 在孩子整个成长的路程上面的 一个教育 就是说学校再也不能够宣扬 这一种与传统家庭的组成 就连教会也不能够表达 自己对这个东西看法的不同了 所以这会造成整个价值观 彻底的大解体跟大冲突 就说白了 就是一个个人的权利的问题 那就有点像美国天土教会 他对这个问题 也是一直存在着 很大的争议 这一次华人跟所谓的拉丁一 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 几乎也是占得最密 你看那些支持 这次禁止 那个从同学院婚姻的这些募款 都是这些小额的 包括拉丁一的人 都把自己的小钱 五十块一百块 在这个妈妈是男的 妈妈是女的 这问题上 华人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 少数主义也团结起来 教会这次也团结起来 也就是目前华人在 这次是个人的 小复子 不知道